HELLO 大家好,我是 JC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Olympus OM-D EM-1 II 的一個簡單的開箱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拿到的是全新還沒有拆封的 EM-1 II 我們現在就先來簡單的把它拆封一下 OK,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除我們的本身合體之外還有一個它這次預購附贈的Sandisk 280MB讀寫64GB的SD卡 其實光這一塊卡就價值差不多4000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贈品還蠻有誠意的 那這一次EM-1 II的盒子的部分 跟一代維持差不多的一個設計風格 在字體上也都有做燙金來增加質感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代理商的一個保證書 那接下來我們打開可以看到第一個配件盒的部分 這面裝的就是原廠的一個說明書 那大家可能還會看到它多一個 1240 mini F2.8 Pro的說明書 這是因為我拿的這一盒 它原本是那個Kit鏡組的 那因為我不需要這顆鏡頭 因為我已經有 所以我請那個店家把它拿掉 那我們可以看到配件的部分 這個就是跟EM-1一代一樣的一個可愛的小閃燈 那這個是這一次新的充電器 它在那個指示燈的部分有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讓你可以清楚了解它 我們現在充電狀態大概到什麼程度 這是這一次它的傳輸線 閃燈保護套 原廠的一個背帶 基本上跟一代是差不多的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多了一個新的小配件 這個是用來讓你加傳輸線 讓它比較不會鬆脫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小配件 那這一次就是EM-1Mk2新的電池BL-H1 它的容量根據原廠的說法 是比一代的BL-N1 大概多了37%左右 那當然它的體積也大了不少 不過我想大家應該是不會太care體積 只要是容量大一點一定是更好的 OK那再來就是我們主體 我們這次的主角EM-1Mk2 這邊的話就是簡單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就好 那關於它的詳細的一些測試還有一些使用心得 會在之後有空的時候再慢慢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一次EM-1Mk2主要跟一代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它多了一個十字軸翻轉螢幕 這也是我非常需要的一個部分 它讓你在指派的時候會方便很多 OK那以上就是這一次EM-1Mk2的一個簡單的開箱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謝謝 谢谢 好